看片之前記得訂閱如一 YouTube 有你們的支持,我們才能走得更遠 最近天氣真的很熱 這個夏天我們做了很多Camp 有Sports Camp, Arts and Craft 但最好這麼熱的時候 就找到一些室內的活動 所以今天可以來做Yoga 真的很舒服和好玩 我一向都會在家做一些Yoga Video 我的兒子會出來好奇我做什麼 我就會叫他去Join一下 看看他想不想 這次真的第一次 帶Jacob去一個Studio的方式去學 其實我沒有期望 因為這麼小 我想他的目標 不是要他做到完美 或者很刺激 其實我的目標是 令到他可以出來和我做一些運動 令到他可以見識一些新的東西 令到他想發掘更多 這個就是我的目標 所以他都很好,厲害了 我們剛剛在加拿大探生 剛剛飛回來香港 所以大家都有點擅長 他今早是凌晨4點起床 也是睡了一個短短的半小時 所以今天他的表現 我都覺得非常擅長 我也有點累 不過OK的,開心的 和小朋友做運動 其實我覺得做任何新的東西 都要有一個耐性 還有,那個目標 不是要他做到完美 或者最擅長 不過是可能在過程 他學會怎樣 聽到指示 以及可能讓他見識一些新的東西 發覺他自己喜歡什麼 我們做家長 其實我覺得我的工作 是支持他 幫助他 幫助他 找一下他喜歡做什麼 然後幫助他 找到新的方法 做什麼他喜歡 成為最好的人 有時候 我自己做 我可以很專注地做 跟小朋友做 我覺得是完全另一回事 是另一種分 就是 會跟他好像一個媽媽和我約會 大家可以一起試一下新的東西 一起學習 一起拉筋的時候 會舒緩壓力 和呼吸的時候 都可以幫助我們情緒 調整他 所以這個過程 是一個大家可以 有交流 有享受 有交流 有交流的 的經驗 和 令到我們的結合都很好 跟兒子玩什麼運動 通常是騎馬 那我是馬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兒子是像爸爸 他很運動型 所以很喜歡出去玩 去playground 其實都是好事來的 多謝你讚我的身形 首先 哈哈哈哈 做媽媽呢 我們會隨時 一定要抱一個小朋友 這個已經是 好像體操一樣 他都不輕的 三十幾磅 他說要抱就可能要抱 累就抱抱一下 所以這個已經是一個運動 哈哈哈哈 還有做家長 很多時候要撲來撲去的 要走來走去 這個也是一個exercise 但對於我自己呢 我會通常選擇的運動 都是瑜伽或者拉筋的 因為我覺得 可以幫我舒緩一些壓力 和同時間可以幫我的肌肉舒緩一下 還有可以幫我平靜一下 哈哈哈哈 所以這個都很好 我自己就覺得 work-life balance 是一個很難很難達到目標的 因為其實要做事 還有 care about 家 其實都是 it's a lot but 我就覺得 no matter what 我做了多忙都好 一定要抽時間 陪小朋友 多一些interaction 多一些跟他聊天 還有盡量有多一些 date 和小朋友 因為這個關係 一定要很 cherish 和幫他 build他自己的 future 所以我會用很多時間 和他聊天 還有發掘新事 encourage他 讓我可以幫他 和support他的未來 好 日常 他都比較早睡 所以日常的時候 如果我不是在做事 我就陪小朋友 有時就要度一下 和家人度一下 做一下自己的事 就是自己的me time 但是通常我的me time 就是他們睡覺之後 跟他聊天 好 對 我們 好 到 跟他聊天 好 陪我 我們 我們 就 說 比如說 吧 才是 看 我們